Hello 我是SavosAndy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异音的解决 近期我们在YouTube上面有看到 使用者在使用Savos伺服器 会有一些异音产生 尤其是伺服器的时候 它会有啾啾啾的声音 或者是嗶嗶叫的声音 声音声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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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裡面的那個含油軸層,乾枯 就是油已經乾掉了,才會造成這種異因 這邊呢,SAMOS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法 先來分享給大家 首先,我們先把伺服機的底蓋拆開 底蓋拆開 然後,底蓋拆開的時候 如果看伺服機的那個電路板上面 會有一個小洞 這個小洞其實就是馬達的那個底座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軸心跟一個黃黃的含油軸層 就是頭的 我們就很簡單的拿齒紋油 或者是比較稀狀的培鈴油 就是軸層油 然後再從這個洞點下去 然後把那個底蓋蓋起來 再轉個幾次 伺服機的液基本上就可以消除了 通常這個是在使用久以後 因為含油軸層,其實它含油量 就是固定的 可以 當然 我們會去那個時候 去改變油的配方 來讓它的使用年限再提升 這個是我們要 Savos這邊的做法 我們有在調整油的配方 跟含油量 然後比較快速解決的辦法 就是電油 就可以馬上解決了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提出疑問 Savos都會為大家解決 謝謝大家